你看 19号下午 一群汽水游客十几人 走到马路准备驾车离开 不过手边也带了两大袋垃圾 水手就放在路边 车子一台一台开走后 两袋垃圾还是留在原地 所有过程都被监视录影器拍下 当地居民都大呼太没功德心 昨天是想说他们要回家了 要不要留垃圾 他们比较有良心 结果一看还是一样 每次到游泳的时候 就是那个 这个季节夏季的时候都会这样 这次游客丢弃垃圾的地方 就在来一乡公益街 道路两旁不但有公益师创作 居民也努力打造优质社区环境 面对游客任意丢垃圾的行为 实在无法接受 都是外来的 因为我们也会检查那个垃圾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 那时候之前还没有监视器 那现在是有监视器 一看就那个都是他们 跟我刚刚昨天是 我昨天都还是在这边 这里 因为我妹妹他们有来 我们就在外面聊天 有任意丢弃废弃物的 我们都会先到现场 现场先受证 然后后面我会再含报 环保局 就会处以 以沸清法处于1200到6000 而不等的罚款 当地居民表示 这不是第一次 而且大多放在相同位置 有时垃圾还被狗咬得乱七八糟 公所及居民再次呼吁游客 随手垃圾请带走 好的环境才能永续 原新闻八浪 屏龙来意 想不到